真的 人类得让环境少点负担 像是最近越来越多人在卖铁盒便当 主要也是响应政府的政策 要民众尽量不要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 其中台北市就很自豪 因为这项环保政策让辖区内的纸餐具大减量 根据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 2016年4月到11月 光是机关与学校就少用了251万个纸容器 这堆起来可相当于288座台北101的高度 跟前一年同期比较 纸容器已经少用了76% 确实有推广 有成效 虽然刚开始很多人觉得很不方便 但总是为地球寄一份心力 这项政策不但帮助节能减碳 同时还掀起这种铁盒便当的复古风潮 不过专家提醒大家 并不是每一家便当店用的铁盒都合格 有一个小小的配包可以检验 就是您可以拿磁铁吸吸看 如果是这种合格的实用级不锈钢餐盒 有添加一定比例的镊 那么镊具有反磁性 那么磁铁就会吸不住 而用这种铁盒来装便当比较安全 相反的非实用级的颜色比较偏蓝 它是有磁性的就会把磁铁给吸住 不过提供这些环保便当的业者们 他们也抱怨说卖铁盒便当成本太高 既要回收的钢 还要有这个特殊的清洁消毒程序 要环保总是得付出代价 这两套之间您会如何权衡呢 白饭酸菜加卤蛋 这头打菜那头接单 没听错外送便当不用纸盒用铁盒 很多医院的医生开会 或者有天公司他们想招待外宾 那这种便当都很辛苦 像树林那比较大量的时候 有时候一间就要两三千块 双北市竟用一次性免洗餐具 光是今年四到十一月 店家提供铁盒便当 从酒家增加到十八家 翻倍成奖 我们刚开始也是认为说 我是不是要去找这个便当店 后来才发觉说 以整个的一个需求出来的话 它自己本身它就这个供应面 它就会跑出来 一直到现在我们跟去年同期比 我们的脂容器少了百分之七十六 差不多少了两万三千公斤左右 铁盒便当取代纸盒 美奈米 北市环保局统计 今年四到十一月 机关加上学校 少用两百五十一万个植容器 能堆两百八十八座台北一零一 相当减量五万九百七十八公斤 二氧化碳 专家提醒 看着知道 这个是两百系列的不锈钢 并非所有铁盒 安全无余 你注意看这两个一看就算颜色不一样 铁盒都会怎么样 会泛黄啊 它比较黄 它比较蓝 对不对 对不对 诶 所以食用级的是这一种 对啊 磁铁吸不住这台是食用级的不锈钢 非食用级含有大量重金属 一般做成门把颜色泛蓝 实际测试 食用级三零四三一六不锈钢 因为含镍具有反磁性 磁铁吸不住 非食用级两百系列 磁性比较强 食这样子的一个材质 主要没有人说 它可以拿来做食用级 因为它本身 没办法形成一个保护枕 所以它酸碱会把这些 钢材里面的一些金属 也有什么东西 你会知道一堆 你不希望吃到的金属 医师提醒主管机关 加强饥茶 而合法业者 这有增加工作量吗 当然有啊 大家还要多使 收回然后再使 则大叹钱难赚 你等于去一个工 然后回来还要再收一个工 如果是量不够 我们也不敢解 那说实在 还有它有一个金额的限定 所以我们这个价钱 又被卡在那边 他们就是规定 八十块一刷 公家单位 对 所以做这个真的很难赚 不锈钢铁盒一个一到两百块 送出去还得收回来 我都收不了了 倒下去再洗 再进进去 再出来 就等于要好几道 洗的程序也学好几道 后面那一桶三千八 大便 所以两桶就五千多块 清洁用的就五千多块 对它专用它专用的 清洁消毒加上油钱 一个铁盒成本五块 相较便宜纸盒一个1.8块 贵了将近三倍 像现在菜这么贵的话 我也不敢涨价 即使有心配合政策 业者坦言很吃力 整个数量上的一个订购 可能在要统一啦 可能因为他们开会 就变成说一个局处一个局处 可是这个局处只有二十个 希望说统一订购的数量够多 让我们好整个流程制作 是一个可以以这样最后的 总金额来平衡我们的一个 人事备用然后成本 原本是怀旧古早味 铁盒便当搭上环保政策 意外成为外食新风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